第千零三集 楚风现在还用不上 但是用不了多久 等他突破后 这就有大用了 可以帮他塑形 调理强大的机体 他快速的收起 而后在岩浆下游动出去很远 这才准备冲出火红的海面 然而 哪怕他很低调 想避免麻烦 但还是被人盯上了 而且来人不弱 沿着他的高温液体中留下的波动 一路追了过来 那一声 岩浆四界 一个光芒刺目的身影 在后方给楚风来上一拳 想要偷袭 楚风转身 挥拳迎击 正是大日如来拳 这是为无轮回这个身份特别准备的 以后闪电拳暂时不能用了 一刹那 大浪滔天 岩浆四虐 来人砰的一声 倒飞出去 被震的手臂发麻 满脸震惊之似 这是一个速行境界的大高手 结果险些被楚风的拳印撕裂手臂 他一声长啸 在召唤帮手 犹如厉鬼在嚎叫 楚风皱眉 盯着他看了又看 这个进化者 劈头散发 青面獠牙 还真像是一头鬼物 他心中 顿时浮现失足二字 瞬间而已 说人一起飞来 硬无敌 袁世成不死残公子 此外还有一个灭色苍白 没有一点血色的年轻男子 他身上有药香 可能采摘到大药了 刚才出手的失足高手 向着那个灭色苍白的男子汇报 哦 朋友 你如果采摘到领药 不妨卖给我 绝对不会让你吃亏 而灭色苍白的失足年轻男子开口 带着微笑 却显得有些阴惨惨的 他自我介绍 名叫一言录 他是失足第一年轻高手 跟硬无敌 在雅仙族的地位相当 对不起 我没采摘到领药 即便有也不会卖 是吗 道友这里可不太平 你如果采摘到大药 不及早出售的话 可能会为自己惹来大麻烦 然后 一股无形的气息 从他身上弥漫开来 向着楚风压迫而去 楚风毫不在意 并没有退缩 催动不思鸟呼吸法 一时稳间 他与失足第一年轻强者 阎洛间 迸发起数千米高的岩浆大浪 能量剧烈动荡 所有人都变色 一个浑身都被甲咒覆盖的未知进化者 居然能对抗阎洛 让袁世成 硬无敌等人都惊异 施敬啊 原来是同辈中的决定高手 我不得不承认 你有资格在这里跟我等敬主 阎洛倒也痛快 直接罢手 他能体会到 前方的人很可怕 想要拿下的话 多败要大费周折 大梦净土的盛会即将开始 他可不想在此之前 跟人血拼 必须时刻都保持在巅峰状态 真正的大战 在大梦净土呢 幸会 楚风回应 到了这个层次 神觉都极其敏锐 袁世成不死残公子等 都能察觉到楚风的危险 各自散去 嗖的一声 楚风远去 横渡沿江海 在这里寻觅 他不得不惊叹 这地方未免太大了 横渡上万里 居然都没到头呢 楚风认为 这是一片秘境 火红的海洋中 零星点缀一些岛屿 寸草不生 火山口冒着浓烟 一幅很可怕的景象 一连三天 他都在独行 利用不死鸟呼吸法 跟此地共鸣 寻找机缘 终于 在第三天末 他又有了感应 一头扎进海中 迅速的朝下游去 深入数十里 看到一株草在发光 流光一彩 颜色斑斓而迅烂 仔细看 他有九片叶子 散发清香 并且让楚风的灵魂为之而颤抖 就一涅槃草 楚风大喜 居然真有这种东西 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就是神药 能让精神力暴涨一倍 不过 这东西真的难以寻找 如果不被冲到岩浆海面上 这么广袤的区域 几乎等于是大海捞针 而且这种神物 每隔一段时期不采摘 就会自己凋零 楚风庆幸 幸亏掌握有不死鸟呼吸法 不然这东西 荣于这种恶劣的环境中 就是圣人来了 都不见得能寻到 毕竟 这片火海吞噬人的精神力 连圣人都不例外 只是对楚风不怎么起作用 啪的一声 他将酒叶涅槃草收进玉河中 风引起来 而后哗啦一声冲出海面 接下来 他又在这里搜罗了两日 再无收获 楚风觉得该离开了 不能耽搁太久 等他从地底出来 沿着宏大的火山洞穴走出时 很多人也都在离开 因为都在惦记大梦净土的盛会 想早点赶过去 各位 请其都在这边走 有收获的交上一株大药 没有收获的送上一些灵物 你们要知道 我们公子可是在这里帮了你们大忙 有人拦路 居然要收保护费 新出来的进化者顿时不干了 凭什么这么霸道呀 这里是无主之地 从未有过这样的事 不过有人注意到 之前出来的进化者 有不少都嘴角溢血 显然负伤了 这让人凌然 你们知道 这里是不死鸟的巢穴 时常爆发火灾 尤其是刚才特别危险 整片谷地都要炸开了 是我家公子帮你们镇压这里 才没有酿成惨祸 一个普通样子的人在那里开口 带着微笑 俯视所有人 而在他的后方 有一个白衣公子 正坐在一把藤椅上 闭目养神 这谁啊 太嚣张了吧 有人不愤 噓 他们是天神宫的人 天神族都被人打残了 还这么霸道 有种去地球找楚魔王去 跟我们称威风算什么 注意 是天神宫 来自混沌中 不是天神族 旁边有人流冷汗提示 他满身是血 刚才被重创过 地球 不久后我们就会去那里打猎 至于你敢亵渎天神宫 掌嘴 然后 那青年蒲聪猛然出手 啪的一声抽了过来 刚才语气很重 奚落天神族的那个进化者 竟无法躲避 被抽了一个大嘴巴 当场惨叫 因为下巴都烂掉了 接着下河更是炸开 这种手段太狠辣了 让众人的脸色都变了 地球上的进化者算什么东西 等着被灭吧 刚才出手的青年淡朗说道 楚风目光冷悠悠 心头不能平静 混沌中的天神宫 竟有人来这片宇宙了 那是有真正神明坐镇的家族 不少人倒退 身上有血迹 且带着巨异 显然 这批人早出来的都早已听闻 他们是来自混沌天神宫的人 你过来 正在这时 那青年蒲聪 点指楚风 楚风没搭理他 静止朝一边走 这位小兄弟 你很有性格呀 不过 我劝你还是给我立刻回来 别敬酒不吃 吃罚酒 那青年蒲聪 露出危险气息 虽然不是真正的主人 但是身为蒲聪 他的表现非常强势 鱼带清漫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服侍楚风 此时 楚风全身都覆盖在甲咒下 自从寻觅大药开始 他一直这么做 就是为了遇到麻烦时 方便出手 凭什么 楚风瞥了他一眼 带着不以为然的神色 不怎么放在心上 我说让你过来 你就得过来 凭我已经开口 细致略显粗犷的青年蒲聪 脸色微沉下来 附近 所有人都在盯着看 之前出来的那群人都很忌惮 因为刚才遭遇过这种经历 刚从火山中走出来的人 没有想到拦路的是天神宫的人 传说中近乎神话般的道统 七居混沌中 今天居然有人突兀的降临 你算个屁呀 楚风简单而刚硬的回应 针锋相对 真有意思 我混沌天神宫居然这么缺少存在感 在这片池塘中没有威严 看来都被不成器的天神族庞系后裔 堕了威名了 有些野性气息的青年蒲聪 声音略带寒冷 眼中冒出一缕缕火焰 精神力暴涨 肉身血气 如同红炉般发光 许多人倒退 刚才一群人吃过大亏 略带巨异 天神宫有真正的神明坐镇 走出来的人太霸道了 说话节 那个青年蒲聪直接向前逼来 在此过程中 那个白衣公子始终闭着双目 躺在藤椅上 没有发声 像是与己无关 罗海 你还多说什么呢 我们混沌天神宫的威名是打出来的 从来不是白蒲摆出来的 你太啰嗦了 青年蒲聪罗海闻言 双目露出野性光芒 如同一头危险的野兽 刹那邻居 探出一只大手 向着楚风抓去